11月26号 中国深圳的一位科学家贺建奎宣布 免疫艾斯病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 消息一出也发巨大争议 记者发现 尤其实验室在25号发布的一个视频中 贺建奎详细介绍了人类胚胎基因组编辑的五个核心原则 第一 是悲悯之心 只针对确实有需要家庭 第二 有所为 有所不为 只针对重病 永远不要孤名钓鱼 第三 探索你自由 尊重孩子的独立性 第四 生活需要奋斗 基因不能一劳永逸地提前决定人的发展目标和成就 在尊严和潜能方面 我们都是平等的 第五 促进普惠的健康权 所有人都享有消除基因带来疾病的自由 人们应该认为特别的职业 保护这种药物 以保护自己的孩子们的疾病 如果我们做这些事 我认为针对确实 可以帮助我们的最强烈的家庭 一个比较相同的机会 陈金周解释了单细胞胚胎的基因手术是如何工作的 并解释了自己做这项工作的原因 这个视频介绍中说 秦博士对接受体外受精的夫妇捐赠的不能存活的人类胚胎 进行了数年的临床前研究 以评估使用CRISPR CAS9基因组编辑进行基因手术的安全性和可行性 以预防艾斯病毒和导致心脏病发作的严重高胆固醇疾病 然而上述两个视频 均没有回应基因编辑婴儿所涉及的伦理争议 目前 贺建奎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学术委员会 认为其严重违背了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 同时 有100多位中国科学家发表连署声明 认为直接进行人体实验疯狂 生物医学科研工作者坚决反对 强烈谴责 目前 深圳卫计委介入调查 国家卫健委也发布消息称 立即要求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认真调查核实 依法依规处理 并及时向社会公开结果